《新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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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芷山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 《新约圣经》的《新约圣经》 在上两集 我们查了《新约圣经》 《新约圣经》的背景资料 它和其他监狱书信的关系 在讲完这卷书的结构之后 我们查了一章一丑二节的经文 是一段 保罗向《新约圣经》 保罗向《新约圣经》 保罗称赞《新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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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罗细书一章三节到八节 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 如同在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道神因为的日子一样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 一同作仆人的耳巴忽所学的 他为我们作了基督忠心的执事 也把你们因圣灵所传的爱心 告诉了我们 保罗虽然坐牢 但是就时时都为哥罗西的教会 祷告和感谢神 保罗赞哥罗西信徒的信心和爱心 他们的爱心 以行为显露在众圣徒的身上 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信心就显出他们与神的关系 林宾呀 保罗似乎很喜欢用信望爱这个组合 保罗指出 哥罗西信徒的信和爱 是以属天的盼望作为根基 有了天上的盼望 人的信心和爱心就有根基和能力 盼望是从福音而来 而福音就是神的儿子为爱而降世 流血救赎世人 使所有相信的人都得到属天的盼望 冷漠的社会和不可预知的未来 都是令人失望的 只有神的应许才令到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盼望 相信神所创造的世界是美善的 而神的救赎是真实的 第五节的经文提到福音真理的道 真理是神的智慧和主权 真理带给人盼望和普世的救恩 真理是明白神的恩典 结出善恨的果实 所以福音真理并不是空泛的说教 而是有实质行动 有后果的 福音真理和假教师所说的 虚偽之言和东方神秘主义 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不单止这样 保罗很肯定地告诉哥罗西的信徒 他们所听到的福音 与传到世界各地的福音 是完全一样的 基督的福音一开始 就带着极大的能力 在全世界开花结果 而福音真理的持续结果和增长 是要令人真正地知道 神恩惠的日子 恩典是福音的本质 至于异端邪说 他离弃恩典之道 本末倒置 最后自吃苦果 保罗将福音传给以巴佛 而以巴佛就将它传给哥罗西人 在一章七节 保罗称赞以巴佛 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 这个说法 是不是针对当时假教师 所散布的谎言 使人信心动摇 怀疑以巴佛所传的福音是过时的呢? 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保罗很肯定地说 他们从以巴佛那里学到的 是普世福音的真理 尽管有些还未兑现 不过基督徒是靠信心而活 就好像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一节所说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坦白说 如果要看见才相信 这个是凭着肉眼看见 而不是传着信心 保罗除了称以巴佛是执事以外 中应用他是伯人 伯人有奴隶的意思 而执事就可以由动词福役而来 主耶稣很喜欢用执事 来都应用他服事的工作 而保罗就更加事事 都称自己是执事 执事和伯人所做的虽然是辛苦 不过他们都是神所挑选的 保罗强调以巴佛和他一起做伯人 这样表示 他是为以巴佛的属灵权柄背书 在这六节经文保罗指出 他感谢的对象是神 主耶稣基督的父 感谢的原因是为了 哥罗西信徒的信心和爱心 感谢的源头是天上的盼望 至于忠心的执事以巴佛 他是神所挑选的伯人 这一切都带出以下一段 深层次的祷告和属灵的教导 一起看一章的九至十一节 哥罗西书一章九至十一节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指 漸漸的多知到神 照他荣耀的权能 得意在各样的历上加力 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保罗说他会不停地祷告祈求 希望哥罗西教会 在属灵的路上不断掌进 掌进包括三方面 第一 智慧不成 第二 行事为人 第三 历上加力 我知道当时的假教师 都很喜欢讲智慧的 保罗特别强调智慧 是教导信徒 不要追求虚幻的道理 而要扎扎实实地 去寻求属灵的智慧 和神的旨意 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呢 对 你说得很对 属灵的智慧 是明白属灵的基本原则 而属灵的悟性 就是知道是非对错 有了属灵的智慧和悟性 就不会随波逐流 保罗更加提醒信徒 智慧和悟性是神所赐的 所以信徒应该向神祷告祈求 而不是跟人去学习修炼 属灵的智慧 是圣灵在人心里工作的结果 是内在的工作结出外在的果实 就正如第十节的经文所说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 对得起主 如果信徒有正确的思想 而没有好好的行事为人 就会成为明的罗 响的不一样 懂得说不懂得做 是没有意思的 保罗祈求神帮助信徒 在行事为人方面 结出善果 知行合一 更加认识神 在第十一节的经文 非常有意思 无论是明白真理 或付诸实践 都要信从神的旨意 并且要得到神而来的能力 只要信靠神荣耀的权能 我们就可以历上加力 开创福音大业 理智经文教导我们要 宽于待人 严于律己 能够宽容忍耐 甘心接受患难 逼迫 甚至不公平的待遇 根据《试图行传》的十六章 十六至三十四节的记载 保罗和西拉 因为传福音 断了人家靠污鬼赚钱的财路 结果被人误告 还要坐牢 不过他们忍受逼迫 唱诗赞美神 最后监牢的门自动打开 他们不单止没乘机走去 反而带领欲了全家信主 有一位神学家的教导 很值得我们记住的 信徒要忍耐困苦的境况 宽容逼迫自己的人 忍耐在于坚持 宽容需要有爱心 两样都需要主为我们力上加力 查完这一段 保罗对哥罗西信徒 真心的鼓励和诚心的讨告之后 我们会停在这里 弟兄姊妹 下集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